你受够了一直主动的日子了吗 很多兄弟啊在和喜欢女生聊天的时候 总是费尽心思 但是你跟她的感情呢 就是不温不补 女生连一次主动都没有 而那些啊 受欢迎的男生根本就不用自己找话题 女生都会主动找话题去跟他们聊天 这公平吗 其实很公平 因为那些受欢迎的男生呢 身上的特质 你可能一个都不知道 点赞收藏 今天我将给大家揭露一下 女生最喜欢的男生身上 到底有什么特质 看懂了你会发现 让女生主动 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男生 有个兄弟啊找到我说 我喜欢一个女生三个月 和她相处真的特别开心 我们一起吃饭 看电影 偶尔一起出去旅游 做了很多情侣之间才能够做的事情 单是唯独啊 去缺少了一个在一起的身份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所以打算正式追她 都说谈恋爱要从一束花和正式的表白开始 我每天都会给她买一束花 从城西穿越整个城市 去城东给她送花 坚持了一周 我觉得是时候了 于是呢 专门定制了999朵玫瑰 在他们公司楼下给她表白了 她在场的同事都在帮我起哄 她当时也把花收下来 但是事后啊 她却给我发消息说 还是做朋友吧 我真的很难受 请你帮帮我解决一下 那先来看一下聊天记录哈 那这里呢 女生说 当时人太多了 我不好说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大兄弟回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啊 我不想和你只做朋友 我会把你宠上天的 你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女生回到就做朋友吧 大兄弟之后呢 发了很多消息 打了很多个电话 甚至跑到女生楼下去 求她给自己一个机会 都于事无补啊 女生呢 没有给出一点点的回应 看到这里呢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个女生很无情 明明大兄弟付出了那么多 都可以为了女生 连尊严都不要了 跑到女生楼下去求她 依然的拒绝 那如果你们是这么想的呀 那么说明 你们还在用老实人的思维 看待事情 真正的高情商男生 永远不可能 为了女生自降价值 跑到女生楼下去找她 每天穿越整个城市啊 只为了给女生送花 都是在告诉这个女生 我非你不可 那这样的举动呢 就会在无情之中的 给女生巨大的压力啊 所以 只是想要靠付出去感动女生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呢 我接手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 让大兄弟先不要再去联系女生 太主动 只会丧失自己的价值 那接下来呢 也帮大兄弟做了系统的提升啊 让他知道 不舔也是能够追到喜欢女生的 而且更加容易了 两周过去了 那兄弟呢 也是找到了状态 时机成熟了 我让大兄弟主动发消息给女生吧 有的时候 我更希望你是一个坏女孩 在此之前 女生对兄弟只有冷漠 厌恶 但是呢 发完这条消息以后啊 又多了一个 琢磨不透 他不知道 大兄弟这句话呢 到底什么意思呢 所以 他一定会问的 半个小时过去了 女生回了一个问号 啊 我们说 这样你就不用考虑我的感受 用朋友的标签来拒绝 你就可以果断的说 你不喜欢我 然后去认识新的男生 很多兄弟啊 可能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呢 那这不是急着把女生给推出去吗 没错 因为追女生 像荡鞦韆一样 啊 有推才有拉 如果不推下 女生哪有空间去拉他呢 过两分钟 女生回了 你什么意思 女生现在看起来情绪不太好 他觉得我们在讽刺他 不要慌啊 我们说 这样你才能货比三家 知道我到底好在哪 这个啊 就是受欢迎男生的第一点 软硬兼施 给一巴掌 再给一颗糖 我们说完那句话之后呢 女生肯定以为 我们要讲大道理了 或者说啊 打算放弃了 但是 我们话锋一转 用幽默的方式 把话题圆了回来 那这个时候呢 女生的情绪啊 就会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 此起彼伏的 气也自然就消了一大半了 这时女生回了 别开玩笑了 做朋友挺好的 很明显啊 女生态度呢 已经好转起来 但是话里话外的 依然是在拒绝大兄弟 所以我们要转变思路 王兄弟回 但作为朋友啊 你这样的表现 也不太正常吧 女生回到不正常 我们说 对呀 和朋友在一起 就应该有什么说什么 可能会闹矛盾 但是很快又会和好 所以我现在有点搞不懂 你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这个呢 就是受欢迎的男生的第二点 敢于和女生摊牌 很多时候啊 兄弟面对不平等待业的时候 只会打落牙齿 往肚子里咽 就像是这里女生说 做朋友 她知道你喜欢 知道你的爱而不得 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你 公平吗 很公平 因为她知道 你是很不小心的 但是很可惜 如今那个兄弟啊 不再是一个人面对他了 那这里呢 女生回了 我只是觉得 和你相处压力很大 上次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表白 我有多尴尬 你知道吗 既然女生主动的提到了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也要拿出 解决问题的态度 有错就要认啊 挨打要立正 我们说 我觉得送花最有意义的原因 在于我要经历捧着花 走在路上的时候 路人的眼光 这种感觉大概是 那天的天气很好 我捧着花再去见你的路上 路人都回头看我 和我手里捧着的鲜花 有老人 有白领 有小孩 但我却记不起他们的模样了 我只记得你快到了 我就快要见到你了 见到我想要见的人 时间越来越近 我就越来越欢喜 却好像忘记了 这并不是你想要的 我们大方的展示了 大兄弟对女生的爱 顺势的告诉女生 我们呢 并不是在逼女生 而是太在意 那这样走心的一段话下来 又有哪个女生能够无动于衷 女生回了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也是真心喜欢我 但是我觉得 我们真的不太合适 我总是闹腾 而你喜欢安静 我比较宅 你喜欢到处旅游 女生有这个反应其实很正常 轻易的原谅大兄弟 会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 但是呢 他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就足够了 我们回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之前有一对恋人在机场分手了 女孩对男孩说 你别等我 就像机场永远等不到火车 许多年后 红桥机场真的和火车连在一起了 而设计这个火车的工程师呢 就是那个男孩 我就是想要告诉你 有差距不可怕 就怕你低估了我想要和你走下去的决心 兄弟们 心核心发生碰撞的时候 真诚才是去打开对方心门的钥匙 我们把兄弟想要和女生走下去的决心 以及态度告诉女生 他才会毫无后顾之忧的和大兄弟走下去 女生回到 我现在还没想好 我感觉太快做决定 对你对我都不负责 这里我们回 原来你衡量一段感情的标准 是用时间而不是用身前吗 女生回 不经过时间的考验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认真对我的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 这个女生非常的害怕受到伤害 她才会把自己包裹的很紧 那我们呢 其实也不用急于意识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 所以这里我们回 我并不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只是不想浪费任何一个 可以在一起看日出的清晨 任何一个可以一起看星星的夜晚 不如一人退一步 我抽时间陪你去看日月星辰 你出精力考察我的缺点短板 这就是受女生欢迎的第三点 进退有度 能够顺势的拉近双方的关系 我不需要你单独为我付出 我也不会一个人唱独角戏 双方共同奔赴才是最好的感情观 果然啊 女生回了 那我可以考虑一下 随后我给大兄弟指导了 如何跟女生聊天 顺便呢 提升了一下兄弟的情商啊 没过多久 大兄弟成功的约出了女生 双方呢在一个浪漫的夜晚 牵起了彼此的手 认真看完视频的兄弟应该不难发现 我们呢只是换了一种聊天的思路 这让一件事情有了不同的结果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引人生让他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像今晚会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DXS5388 帮助你 如果信天皇上 请你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结果的最新联系方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